户外那割韭菜是挺累的 所以你让我们去 我们可能也做不了 太先累 可能我没跟你讲嘛 就是美食区的主播就适合在家 对着屏幕 不管是喝酒吹牛逼聊天 美食区就流行热了 户外主播呢 可能人家是真拼命啊 或者说玩命播出去做户外 真是拼命 所以美食区跟户外区的主播 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美食区玩的呢 按咱们说就是特级DG 户外区呢 玩的就是高端 又得做节目是吧 所以说又得做节目也好 甭管是剧本节目 还得PK确实太累了 把这5.0给疯了 真讨厌刷屏 你这满级没自己 是是 你看人家生一百级 特快 我他妈这一百级 说实话 就真是从一级慢慢升到九十九级 真是那个真金白银 真的挺累的 所以说就眼瞅着 就差那一丝丝就要一百 但是最近确实越拨越累 真的太累了 我他妈预算的是 11月中旬 就差不多一个月 差不多再等一个月 应该是能升到一百级 但是说良心话 我看现在的免费呀 包括就是说活人呀 刷礼物的真的太少了 所以你问我怎么升 刚加伐木类的时候收过 对那是收过 收的不多 伐木类当时我加的时候 伐木类应该一共给我刷了差不多两百万 但是说实话 就是工会给我刷了两百万 的情话下升一百级 也挺难的 知道吧 所以说伐木类是给我刷过二百万 还是二百五十万 刷的不多 你不像小巷 小巷给串狗刷了得 他妈七百万还是一千万 我要是小巷 我也去小巷 我估计我也早几百一百级了 伐木类问题是也拉了呀 对吗 好像现在工会最牛的 好像就是小巷 伐木类也拉了 哎呀 累呀 真是从他妈一级升到一百级 太难了 就是真是慢慢熬出来 所以就是说吧 眼瞅着快一百级 反而人他妈现在少 小巷钱纯纯打水 是我知道 小巷应该在斗鱼 应该是刷了好多钱 工会不就是这样 所以斗鱼挣的钱 挣的是工会 挣的是什么呀 挣的也是主播 还有观众的钱 所以你这么一算 斗鱼谁的钱都他妈扔 所以说像小巷这么有钱的工会 在整个中国网络还是很少 小巷确实砸钱很 那你说主播没转着都让谁转了呀 那可不就是官方 给串刷 结果串摆烂血亏 这就不多说了 反正我就说一句 多来看看 反正那会儿加工会的时候 我知道一个消息 就是 大工会 就是美食区啊 别的区不知道 反正一个是串狗 一个是雪拿瑞 没有工会敢要 但是我也没想到说 小巷为什么给他收呢 然后呢 我也知道后来得知 好像小巷后来也挺后悔 但是后悔也没用了呀 所以我知道他在美食区 这俩主播当时工会不敢要 因为串狗你也知道 喝多了老三德行 老惹事 雪拿瑞呢 是太贼 他加估计 就是他想 就是人家想加的 可能雪拿瑞也不加 所以这俩人没工会想要 肠子都会轻了 正常 这东西 谁也没想到 能有这种结果 你知道吗 所以说你按道理来说 小巷在整个网络工会 确实很有钱 但是当时法木类也挺有钱 但是法木类现在拉了 这次新东方活动 天生 你现在打开美食区板块 你看看美食区还有几个人呀 我估计要真叫美食区 也都是一帮放录像的 阿波主区 哪基本有主播呀 雪拿瑞是自己 对 他是那样 就是我们三兄弟吧 或者说美食区 就是能点上名的 你像雪拿瑞串狗 我大叔 包括高哥 就是每个主播 有每个主播的特点 跟内容 或者性格 所以你要说到雪拿瑞的性格 那就恨不得什么呀 你们都是傻逼 就是你们来我直播间 甭管你多少集 你们都是傻逼 你们都是穷逼 我的生活是最高大上 就是你给我刷礼物 我谢谢你 可能我不谢你也别说我 就他的直播间 反正播这六年多 基本是这样的 所以那两天我给你讲 刚才我们刚讲完 前两天我正好没事 我点进压房间 我反正是听傻了 反正底下一大帮傻逼小号 跟他那聊 哎那谁飞鱼 聊什么呀 我大哥给这帮小号 讲巴菲特投资的事呢 就是要提 哎不如跳舞 飞鱼可以爆出一百 谢了飞鱼 我那天一进去 我都基本听傻了 给他妈底下那一帮圈一眼 巴菲特投资 王就开始讲 你们该怎么投资 你们要学学巴菲特 我那妈听完那话题 我都不想乐 飞鱼 雪纳瑞周旁 是他现在没有礼物 但是你记住咯 他是没礼物 但是他给人的感觉 他不是为了钱 但是他又给人的感觉 其实挺想要钱的 他就是每次直播 都这种态度 所以这么跟你说 在美食区能点上名的 好像就雪纳瑞没有人气 就是你甭管说我妈 以前可能巅峰过 礼物多人气高 好像就雪纳瑞就一直没起来过 对 他就是那样 所以大哥的性格 又想当婊子 还得立着牌坊 就是骂着你们是穷逼 我自己穷 我还得必须装有钱 你们还得给我刷钱 他的直播是哪样 哎 你刚才报的是一百的礼物 飞鱼可以 就是你十块钱报一下 刚才报的是一百的礼物 哈哈 都来看看 应该是老粉丝 美食区这点事 应该都知道 所以你知道看看 咱说句实话 你知道为什么 美食区这么拉吗 其实说实话 美食区的主播没有格局 你知道为什么 包括我 美食区的主播呢 可能是最接地气的节目 但是 美食区的主播 包括我 其实都很自私 为什么这么多年 一直打不过户外 真的 户外主播 人情世故 包括格局 真的挺好的 美食区 你记住了 美食区主播 永远学不会 能 能 能 飞鱼来吧 可以 如果你要再帮我点凉 两手抱出一千的礼物 能请你吃羊肉串 飞鱼 明白吧 这也是美食区跟户外区 最大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你看户外区 主播一起玩 美食区都是单打独斗 明白吗 美食区玩的是什么套路 咱们七八个主播 如果你礼物多 可能我们剩下主播 就骂你一个 户外区 户外区 人家不一样 你礼物多 别的户外区 就是户外主播 可能都主动过来 跟你示好 给你刷礼物 美食区 永远学不会 谢谢飞鱼 加油 慢慢点飞鱼 别着急 慢慢点 说不定一会就能爆出来了 我美食区 就看你和 你和雪拿瑞 但他太恶心了 还行吧 但是我跟你说 我看看 雪拿瑞也有优点 可能他电脑玩的比较牛逼 人嘛 不可能都是缺点 我也是 我也有我的缺点 所以说他的缺点 就是人情世故啊 可能给人的感觉 就是他很高 但是他电脑玩的 确实可以 就是给我的感觉 他电脑可以 就人物玩人嘛 就再不好 他也有他的优点 哎 看看 谢谢 天马座啊 然后那谁 那个 谢谢 谢谢那飞鱼 看看 谢谢大哥 然后那那谁 刚才那个 谁说话 没注意 刚才光聊天吧 飞机说啥飞机 三地最性情 喝多了 得谁 灭谁 但是我跟你这么讲 反正一说 你要是美食区 老粉丝都知道 但是我跟你这么说 飞机 如果串狗 他要真是能喝酒 不骂人 或者这么说 他喝多了 不骂大哥 其实串狗 礼物不少 看看大哥 谢谢 飞鱼也谢谢 飞机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串狗 如果喝多了 他要真是好好播 他骂人可以 但是他别骂大哥 其实他礼物挺多的 啊 巨婴 他老婆做菜 我听起来 他都爱看这个呀 你要爱看大哥 嫂子做饭 那你应该知道 螺旋大奶 呀 卧槽 当时16年17年初 美食区最火的桃源三结役 螺旋大奶时间 你不知道啊 所以基本看大哥的 基本都是为了看大嫂 不是为看大哥 因为很多观众都觉得大嫂 挺有味道 大屁股大字嘛 对吧 你问问老粉丝 都应该看过螺旋大奶 所以能去看的 基本都是奔他媳妇去的 没人奔着巨婴 大就是巨婴给自己起的外号 叫大师 就是你进房间 你必须得管 那叫大师 对 串狗是挺有直播天赋 但是他的性格毁了他 不 我真看他做菜 你是吃货 他老婆太丑了 但是确实 他老婆做菜确实可以 但是他老婆身材可以 好多人都说确实 不太好看 但是身材挺好的 所以飞鸡大哥 咱说实话 串狗是有直播天赋 但是他的性格也 就是成也是这性格 败也是他的性格 明白吗 所以串狗在最早可能看过的人 可能他最早不是这性格 也不知道咋的了 现在变成这性格 好好的一直播间吧 反正美食区这几块料 直播间反正原来都挺好的 反正各有各的节奏 看看谢谢飞鱼也谢谢 所以飞机应该也是挺爱看美食 这几个人 然后看看大哥呢 应该美食区虽然不咋看 但是基本这几个 老主播一点名 他也应该都知道点 所以说嘛 现在这直播吧 反正能播播 孩儿这些人 能播多久呢 就玩命播 反正肯定你要让我们希望 我们肯定希望 斗云人气起来 如果做不起来 我们也没办法 还想听啥 愿意帮个忙的 点点一心任务 反正美食区主播到现在 也就我在坚持了 前两天说实话 也挺坚持不动 就是我跟我媳妇说 老想休息一个月 两个月 太累了 现在播 聚会儿 美食区寿命长 就在这养老室 但是说实话 大哥 美食区养老 现在人不多了 你不像说以前 可能说一开播 喝着啤酒 吃着羊肉串 吃着火锅 吃着牛逼 那礼物当当的 你现在吧 美食区就像大哥 刚才说 就是美食区主播 来户外去养老 没问题 但是现在确实 礼物挺少的 没跟你说吗 你像大叔 高哥呀 小乔 都没坚持住 你雪拿着 也不打播了 你看 你再看看 现在串 喝酒 绝对直播 不喝酒 他绝对玩游戏 你可以转型 我想过这个 但是说实话大哥 就是转成自媒体录像 说实话 我觉得特别 你说的 UP主的那些视频 你像西锅视频 那几个有名 做房车的 我天天都看 就是月龙 他们那帮玩房车 录那视频 十分钟 五分钟的 一个小视频 我天天都看 你说我羡慕他们 我也羡慕 但是我估计 他们做视频的 这些人 又羡慕主播 因为主播 起码有字幕 能聊聊天 夸当时就能刷钱 自媒体放录像 他也不知道 点击率有多少 也不知道 这五分钟 十分钟 到底能挣多少钱 谁也不知道 田野上的繁荣 那我没看过 反正一般玩房车 那几个有名的 8090什么的 月龙 基本我都看看 反正你这一说 玩房车的 UP主太多了 你说我羡慕 我也挺羡慕 杨旭我看过 杨旭我看过 我看杨旭的 那个玩的 那个 就是因为 我原来 出 职高同学 有个同学 叫杨旭 串和户外 走的好像 是 富贵 富贵这话 说的对 你要是我老粉丝 应该都知道 我不怎么接触人 明白 我不太喜欢 跟主播接触 不是说对方不好 我是觉得 接触半天 我怕有节奏 我说话直 我也没啥情商 你说跟人播吧 哪句话得罪人 咱都不知道 所以说 反正 做六年吧 我还是不太喜欢 接触太多主播 我觉得就是自己玩 自己的挺好 没那么多烂事 要不你老跟别的主播 接触 一会儿一节奏 一会儿一节奏 我觉得自己播 没那么多事 我觉得自己播就挺好 所以很多 就是我老粉丝都知道 我不怎么爱外交 你的节奏 好像是自己找上来的 我看那么多年 不知道为啥那么多人 骂你 大哥 说实话 你 你 你问我 为什么这么多人 骂我 说实话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信吗 就什么意思 我的粉丝 我的黑粉为什么这么多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你就看我直播 我每次的左下角或右下角 我不写着今日菜戏吗 我即使天天放大这个字体 吃什么 一样有很多人问我 所以我这人说话直 我说兄弟 你看我直播间标题 我说你别问了 可能就这一句话 人就不高兴了 当然啊 我肯定有我的一个 可能聊天方式 可能很多人也不爱看 也讨厌我 所以你问我 为什么招黑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 我说话 可能太招黑 我的性格 你说我做错啥事了吗 我没有 我也不急把拉皮条 我也不造粉 反正真正那些 可能被曝光的那些烂事 我身上一个没有 可能就是说话 通过聊天得罪人 包括有时候 可能问我很多无聊的问题 可能我就 也不能说怼 就比如说金哥 怎么找女朋友 金哥 我现在怎么找不着媳妇 就老问我为什么 可能我就怼两句 其实我也不是怼 我说你找不着女朋友 跟我有啥关系 可能他就骂上我了 所以你问我 为什么这么多黑 所以我可能就是 我虚道也好 我说话只是没情商 可能招人讨厌 我是这么分析 我不知道老粉丝 看我五年六年的粉丝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评价 你说我做错事了吗 也有 但是大事没有 就是一些鸡毛蒜米的事 对 可能就是不能说怼人嘛 说话值的人都容易得罪人 但是现在好多了 我现在的性格好多了 不像以前了 以前的性格不行 以前的性格吧 那会儿可能也是老爱骂人 现在好多了 所以有时候吧 可能我这一骂人 往这帮人就呱呱就骂我一个 吴京哥居然还在 五年前我跟前任 就喜欢看你直播 我的妈呀 你这也分手了 小伙子 五年前跟你前任 那现在结婚了 还是生孩子了 我说话喜欢大喊大叫 是我也是 我说话嗓门也大 我说话也嗓门大 你听我直播也是 我说话嗓门挺大的 我媳妇也说 我不太会用小声说话 我说话习惯了 所以每次一说话 就打嗓门 所以反而我这一打嗓门 就好多人讨厌我 我说那没办法 我说我说话可能就这样 我17年那会儿去的迪拜 17年吧 17年5月份吧 还是4月份呀 我当时去的迪拜 玩了玩了七天吧 就回来了 去迪拜 也没玩到啥 反正就是看看外国的景象 也是第一次出国 去迪拜玩了一趟 17年不是16年 我17年去的 我16年那会儿怎么说呢 也是慢慢人气有 那会儿我还没去迪拜 我17年去的 还想听点啥呀 有没有生上粉丝吧的大哥 七天多少钱 你要说你穷游迪拜 花不了多少钱 可能 你要说斗鱼是14年就有了 看看 我估计你要玩最早的话 我估计应该你最快应该也就15年吧 因为15年斗鱼才慢慢争活 人气呀 包括录啊 录游戏主播户外呀 也就是15年中旬慢慢做起来了 所以我估计你要看斗鱼 应该也是15年 14年也有 但是14年看的人太少了 因为14年有的斗鱼呀 明白吧 所以我估计应该你是15年看的 1617年那会儿去迪拜 也就是因为不能做做节目效果 反而去了玩这一趟也就那么回事 花他妈一大堆钱 感觉跟他妈中国没什么什么区别 迪拜跟京城有什么区别吗 没啥区别 迪拜就是有钱人多 包括什么沙漠城市 豪车多 没什么区别 就是那边有钱人太多了 你这一说迪拜有钱人很多 明白吧 你要说北京也有有钱人 你要跟迪拜比 那可能说迪拜满大街好车 北京也不至于说满大街吧 你像去迪拜 你看那什么奔驰G63 霸道 是包括什么路巡 满大街都是 所以说你上迪拜去看那奔驰G63 跟你们不要钱 满大街都他妈打击我 跟他们不要钱 是的 你14年看的斗鱼 明白 你要14年看的斗鱼 你是跟小智吗 我看斗鱼是15年6月份看的 五六月份看的斗鱼 所以我那会儿 我那会儿15年中旬看的斗鱼之后 我知道斗鱼一个是小智 对吧 我没猜错 然后呢 15年那会儿 七八月份 八九月份 王思聪开的熊猫 对吧 然后后来小智 等于跟王思聪直接去熊猫了 后来等于当时 小智走了之后 五五开始斗鱼一哥呀 包括什么若蜂啊 不都跟王思聪走了吗 包括二科都去熊猫了 我开车戴眼镜 我不开车不戴眼镜 我不开车我看的挺清楚 我要开车 甭管白天晚上 我肯定得戴眼镜 周小花 所以看看应该是看的时间长 对 他是给笑着 给他们坑了 我知道 坑 当时你想想 当时有多少主播走啊 为什么呀 一说熊猫 王思聪 中国首富啊 血血 所以 所以都奔着王思聪去了 对吧 但是没想到 那个熊猫能倒闭呀 所以你像小智那帮若蜂都得都包括二科不也回来都被坑了 因为都觉得跟中国首富的孩子一块玩肯定牛逼 但是谁也没想到熊猫能倒闭呀 当时 当时熊猫的人气可多了 就是明星啊挺牛逼的 谁他妈能想到说他妈熊猫能基本倒闭呀 操 对吧 所以说先看看大哥说真是坑了一波主播 然后呢 从那会走了之后该回来的有的也回来了 对确实火了一阵 然后后来就不行了 后来就不行了 体弱你都知道 没懂 大飞机啥意思 大飞机 大飞机没懂 体弱啥意思 哦对 好像是卖给360了 但是据说啊 熊猫当时倒闭的原因可能是跟内部有问题 就是内部分拨分派两拨人打 打来打去的好像是没打过360的人 然后这么着往熊猫就不行了 所以你这么一算当时校长还挺聪明的 对吧 火了赶紧卖套线呀 我记得是360 好像360的员工跟他们那帮员工不对付 后来内部就打起来了 然后打起来之后 等于整个公司就不行哄了 对我记得是 反正熊猫说实话啊 就挺可惜的 他好像承诺了那些主播帮他们出尾 哦明白了 那等于就听完他的话来了之后 也没帮人家就走了 那确实挺坑的 你像那些大主播冒着风险被告的合同去 这他们违约金上千万上百万 我拿啥赔呀 哦上面有人说 王自宗体弱做不成事 哦不知道 这这咱不清楚 那谁大飞机 这这咱就不清楚了 这个真假咱就不懂了 但是说实话 熊猫倒闭真的挺可惜的 太可惜了 当时的人气明星直播 熊猫可牛逼了 哦 炉石区头部主播都被他挖走了 哦 现在一屁股 走 哎真实啊 当时你算被他挖走的几个主播 小志好像现在都没以前火了 反正那几个当时在整个中国 电竞界牛逼的人好像基本都让他坑了一遍 确实牛逼 真给你坑了 你也说不出啥话了 人毕竟有钱呀 确实 确实给坑了 违约金乱七八糟 弄他妈一屁股来 好家伙 斗鱼是不是也要凉啊 你问我 我肯定不希望斗鱼凉 但是斗鱼现在人气低 没人刷礼物 确实挺凉的 哦 某炉石主 我操 违约三个亿 我知道唯一的一个行就是蛇哥 17年年初到18年快春节 蛇哥当时斗鱼不给他告了吗 好像据说是斗鱼赢了 胜诉是让蛇哥赔一点二个亿 但是你说那那炉石三个亿那个我还真不知道 我觉得当年蛇哥那事弄了一点二亿就够他呗 一点二亿还是一点四亿忘了 这你妈拿啥呗呀 我操 老蛇哥春 对那是他自己的问题 俗称的仙下自证乱七八糟的 所以说知道以前蛇哥游戏主播的基本都知道他是自己给自己玩死了 包括还有谁呀 最早户外的那个那个那个狗哥 当时斗鱼力捧的狗哥不也给自己玩 当时不也跳熊猫去了吗 没播一礼拜半个月吧 不又回来了 回来就不行了 就那个狗哥狗哥之梦 就长得特像特像那个吴彦祖那样 所以斗鱼当时对这些力捧的主播跳平台再回来 其实基本都挺心凉的 对走了之后再回来基本就没心凉了就没心了 斗鱼给你捧的那么高 你突然离斗鱼而去 你再回来基本斗鱼也不会管 你基本就凉了 真是这样 你看蛇哥狗哥 阿姨从斗鱼跳走之后也是两个都不行了 以前你这一说斗鱼一姐 就是阿姨嘛都不行了 我跟你说看看 就这六年大主播跳平台火的 还真就250 明白吗 真是好像就250运气是最好的 你看冯蒂末去年还是前年 从斗鱼走了 人气也降低了 对吧 250反正是这斗鱼这几年跳平台 应该火得最牛逼的 对吧 但是啊 你不得不承认 五哥有自己的实力 但是他运气也比较好 谁也没想到250啊 从斗鱼走了火了呀 哎 北极谢谢 谁他妈也没想到 因为当时都觉得说250去 基本跟斗鱼差不多 谁也没想到火了 我记得你俩以前 啊是 没有 那不是在街头看看 那是17年的时候 我在顺义租的院子 250跟他助理三斤 然后那他俩找我来了 然后上我那四合院 这么着呢 我给他们做的烧烤 然后呢 第二次跟五哥直播呢 是18年3月份 当时斗鱼跟新东方合作 哎 欢迎飞卡 然后呢 跟五哥 然后呢 等于第二次见面 我跟250 五哥见面 也就见过两次 跟他不是太 就是熟是熟 因为他老模仿我 他现在在狗牙也老模仿我 但是不是 也不联系我们 因为毕竟人大主播 哦 烧街头烧烤 是一个北京汽车主播 北京汽车主播太多了 大哥 飞卡 又鸡吗 点刀了 我操 我 我这二十个舞蹈家 点一下十块钱 我都垫了 房间都垫了 一万二的 一个一千 就出了一个一千 我记得还是六千块钱 点出一个 然后现在又点了六千 一个一千不报 我每天就盼着 这能报出一千 我能完成一星 所以刚才想看看大哥说 二五零那会儿真的也挺怀念 也是二五零 也是一八年应该是 一八年六七月份 七八月份 从斗鱼走的 后来你都你退余了是吗 你后来退余了 等于现在又回来了 北京做汽车主播的太多了 你不冷吗 对吧 北京做汽车主播的太多了 还想听啥 不是 那汽车主播退余了 你说的包天吧 我有包天微信 但是我们不联系 因为玩的不是一个东西 飞机 飞机 你帮我点点吧 飞机爸爸 发送 你点那个舞蹈家 飞机 发送边上有个小三角 你点一下 二十个一送 你现在点的是一个一送 你点那二十个一送 点一下十块钱 能随机报出 一百一千跟五千的礼物 反正看看 别的我不多说 反正他挺奇怪的 实话 我跟他还有迈浪 我们玩过一段时间 我跟他没玩两三次 我就不跟他联系 我觉得 局气不局气 我不敢输 反正 我是不怎么跟他 我不太喜欢跟他玩 就是感觉 咱北京话就挺鸡贼感觉 就是这人挺贼的 所以那会儿 接触过几次 就过二年 看看你这还谁都知道 我操 飞机加油啊 我今天完成一行任务 就靠你报这一千了 运气好 没这几十块钱 就报出来了 他扣不扣 我不知道 反正接触几次之后 就感觉他挺聪明 咱也没心眼 所以说 玩不过人家 后来就不跟他一起玩了 就跟他 有微信 但是从来不联系 就觉得人太贼 玩不到一块去 他跟迈浪 好像现在联系的也不多 他跟迈浪 也不咋玩 加油啊飞机 哦是我看了 你要说迈浪 玩北京超跑俱乐部 那就必须说到谁啊 SCC啊 飞机加油啊哥哥 希望你报出来 所以你这一说到迈浪 玩超北京超跑 就必须得提到SCC吗 我跟迈浪前两天 就是上个月还联系 反正也有联系不多 因为他玩有钱 他不前两天买辆兵力吗 哎那谁 那个看看大哥 王的飞机 我跟迈浪 确实也是保持了良好关系 因为做的东西不一样 人家是玩超跑 我是一穷逼 反正偶尔也聊聊天 迈浪反正对我挺好的 也有就跟大哥你似的 让我去做视频 说那意思 他在抖音啊 给我甩甩人 我说不用 我说我不太适合做视频 就是看直播吹牛逼 习惯了 如果你让我录视频 也没个字幕 我跟谁聊 大会机谢谢你啊 大会机加油 没事 报不出一千的 没准一会儿能报个五千的 也行啊 卧槽 迈浪联系 就是联系的不多呢 而且主要是 接触的圈子不一样 人家他妈都是一帮富二代 我们他妈身边都一帮穷屁 就是也能聊 但是他的事 我不掺和 大伙说 啊是 就是可能说 我在我心里啊 我知道的一点 可能SCC 可能最看不上 卖浪的一点 就是什么呀 你买二手车 SCC不一样 SCC说不是一般人能家 而且必须是新车 包括财产证明 但是卖浪玩的北京超跑 可能接地气 啊就是说 你是个跑车就行啊 或者说 就是实惠点 推荐买什么二手车 因为便宜嘛 所以说SCC跟卖浪玩的超跑 可能说一个是高端 一个就是说 可能说 以实惠为主 所以你看这几年 一直这几年 SCC跟卖浪就没停过 就互相骂 谢谢飞机破费了 飞爸爸 点个一千的礼物吧 希望你报出来 卖浪有财产多少钱 这我不清楚 这个从来不问 他有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这我不太清楚 就是人家家里干什么的 我也从来没问过 就是私人的问题 隐私 我从来不问 就你在社会上交朋友 也是人想说 人会告诉你 对吧 你不能说 今天刚认识 好兄弟 你们家趁多少钱 你们家到底有多少钱 哪能这么聊天 你直播间 那么多贵宾 我房间贵宾 真实的 也就他妈四百多 我这房间挂的是 两千的假贵宾 看看 你多看看我直播 这些问题是 每天观众 基本都知道的问题 你还真觉得 我他妈房间 有这么多贵宾 哥 我那房间 如果真有这么多贵宾 活人 我他妈一心走过了 搭飞机也谢谢你 我媳妇不是主播 我媳妇是我媳妇 她不做主播 她是陪我做直播 但是没啥人打单 莫行都说有 就是我房间呢 甭管是贵族也好 小号有很多事 天天挂耳机 听我说话睡觉 但是呢 也有很多 可能上夜班的 想听我聊天 跟我打字的也有 所以我房间 到底有多少活人 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因为现在不是人气 现在都是热度 热度不是人气 还想听啥呀 是对 对是 我这房间 反正在那会儿是 很多学生 尤其国外的 有 但是现在不拉了吗 现在应该没那么多了 飞机大哥 人呐 飞机大哥 飞机哥 再点两下吧 说不定两下就爆出来了 哥 很多人是听着我说话睡觉 所以你用他们话说 如果有一天我要不播了 或者有一天我被涌风了 可能他们睡觉都睡不着了 郭德纲 那你听郭德纲相声 跟我这现场直播聊天方式 肯定不一样 肯定还是听我的有意思 对吧 你听郭德纲相声 那都是编好的 剪辑好的 我这每天都可能 直播间会出现意外 我是李德纲 我以前就听你和炉石方正 你说炉石方正 我都不知道是谁 反正听我睡觉的人挺多的 我现在的直播就是什么呀 欢迎哼哼 我现在的直播内容 没人打字幕没事 肯定私下很多人听着 所以现在我就是专业赔睡 睡不着的我就哄你们 运气好 胖天大哥帮我点点任务 我现在基本的心态就放成这样了 对吧 你运气好 今天胖天哥大哥能多刷点 没大哥呢 就等散户 每天就完成一星 还有没有大哥帮忙点点一星 看看睡吧 睡吧 赶紧睡吧 然后那谁哼哼你不睡觉了吗 起来撒尿是怎么着 还有没有大哥帮忙点点一星的哥哥 一发入魂 报个一千也行啊 那谁 那个二三六 专业赔睡 我真是这样 我真是专业赔睡的了 现在 因为很多人挂着 你说就好了 我也不用说话 明白吗 就是 就是你 你随 你随便 我随便聊 反正我说啥 他们都爱听 我说什么 他们都比较爱听 所以有时候特尴尬 晚上聊什么 我都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就看字幕 聊到哪是哪 然后那有时候 可能夜里边呢 一大惊小怪 就能把这帮人又给吵醒 也是很现实 你们还愿意听点啥话题 困了就得点睡吧 晚上三点了 哎呀 大叔没有彻底退 大叔没有彻底退 大叔也可能几个月以后再回来播 也可能没准几天以后播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播 但是他没有退 他退 于是没退 但是什么时候能接着播 我就不知道了 今天晚上回答这个问题 大叔的问题也回答好几次了 这他们烟熏我眼睛了 这他们难受 大灰机呢 大灰机你咋还不说呀 大灰机 不是我跟你说 不是说把直播摸透了 我跟你说 我要真把直播这事摸透了 我的礼物就很多了 明白吗 哎呀王子 真正什么叫摸透 你就看那些大主播 礼物多的 就真正玩明白了 我们的直播 说实话 美食区 我们这些主播 基本都是小主播 不算大主播 所以不存在说玩 玩透不玩透 因为每天的 每天的直播 聊天也就这点事 哎金刚啊 哎呀听啥 吴静 巨英家里干什么呢 你还真相信 巨英家里那么有钱呀 我告诉你 他们家如果要扔作实体买卖 有钱 他不会做主播吗 所以你还真知道 他他妈有钱 他们家没有钱 他最近这么长时间 拨或者说礼物少 还在坚持证明 人家有存款 明白吗 所以说 反正能做主播的 说句实话 能做主播的 其实家里 可能按咱们说 都是普通家庭 你真家里 趁那么多钱 谁他妈做主播 疯啊 后几把累的 天天 怎么让这帮 喷得骂来骂去 要是你 你也不会 我多累啊 还要听啥呀 愿意帮忙的啊 一星任务 帮我整两手 我的一星任务 不不不的 哎 那谁 男人 愿意帮个忙的 整两手 不不不的 对呀 真有钱的人 谁他妈做直播 你们用脑子 好好想想 你真家里不差钱 趁他们几个亿几十个亿 谁那么天天做直播 累得跟狗似的 对吧 你说是不是 又有你怎么每次来都骂人 我给你疯了 你前两天来直播间聊天 正常聊 骂人就没理你 你说你每天来房间 你说你这孩子小屌丝 你说你大夜里不是一样 天天来直播间就是骂人 我看你都头疼 这直播玩的傻乎乎的 我操游哥来了 我操游哥 再不来今天就拉了游哥 我操 乱码啊 游哥今天喝了多少 游哥 这是炸湿了 我没想到这点游哥 能来炸湿了 大飞机 加油 加油啊飞机 你这账 你这账号这么长时间没玩 应该好爆啊 卧槽 怎么还点不出来 大飞机谢谢你 游哥是喝了喝了还是喝了 这点怎么会没睡觉啊 大飞机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难道你真想帮我把那一千的礼物点出来 你在睡觉吗 我希望你能点出来啊 我们都点了一个多礼拜了都没爆出来 十块钱点一下随机 运气好就能点出来 八仔谢谢你 八仔谢谢你 飞机谢谢飞机 加油啊飞机 全直播间的希望啊 我操 幸好好久没玩的好 按道理应该能好处 看你运气嘛 运不出来就没招了 游哥怎么四十五降到四十三了 游哥什么四十五降到四十三没懂 是级数吗 级数啊 游哥 你的玩家等级 甭管你刷不刷礼物 他都不会降级 你是不是那天是看多了呀 我估计 严明我估计游哥又喝多了 你用户等级是不会掉级的 主播等级会掉 但是你们是观众的等级是不会掉的 所以游哥今天喝了多少啊 这是喝了多少 哎呀 大飞机也谢谢你 大飞机破费了 可惜呀 就是没点出来呀 他妈的真是日狗了 这他妈爆率太他妈低了 日狗 这他妈斗鱼太坑了 点半天全他妈点到 没他妈一个爆出来 不对呀 那天晚上到四十五 因为你四十四 那谁游哥 我估计那天晚上你就喝多了 因为前天晚上三点多下的 我看你就是四十三级 可能那天晚上你本身就喝多了 你把四十三看成四十五了 因为那天我下的时候 你给我临下不的时候 你给我刷一飞机吗 我特意看你还是四十三级 所以游哥你记住了游哥 只能证明一件事 那天你肯定喝多了 你明白我意思吗 那天你绝逼喝多了 只有这一个解释 那天你绝对喝多了 无尽我从一六年就关注你了 同时期关注的也就你还在了 AK谢谢你 你那会最早看斗鱼的主播太多了 反正大大小小主播 好多也都停播了 其实几集都没事 是游哥 看一开心 反正你天天不喝多了 我绝对不看直播 所以你每次来直播间 基本能跟你聊天的 前言不大后语 能接上你话的人还是占少数 每次看你都是喝美的进直播间 还想聊点啥呀 哥哥们 愿意点点一心的兄弟 帮忙点点一心 游哥那你咋还不睡呀 都这点了 那你为什么还不睡觉 Ace打勾 欢迎Ace打勾 那你为什么还不睡呀 你都喝多了 我发现游哥真的 我发现你每天晚上睡的也挺晚 而且有时候跟你聊天吧 永远是前言不大后语 聊不明白 你们还愿意聊天 骂大哥狗都不知道 那谁 八丰 说实话 你来我房间的你这些小号 我看见你骂我这些小号 都不下十个了 我不知道说你玩斗鱼 有多少个小号 我光看你这个编号 从二十多号三十多号 今天又来五十五号 就是我特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斗鱼 你有几十个小号 永远是骂主播 你不会聊天吗 就你每天的看直播的内容 就是骂人 这个号被封了 还有几十个别的小号 我看你都头疼 就是我挺心疼你的 这个号被封了 换下一个号接来骂 太无聊了 也不知道你现实是受什么刺激 天天用一大堆小号骂主播 我看你都累得慌 哎呀 哎 还有啥要聊的 没得聊一会下来 都三点了 没啥人了 明天白天再完成 今天大哥都不在 灰机 谢谢你 灰机 你就使劲点吧 我掐着这一算 哎呦 爆出一百 我操可以 看见没飞机 你爆出这不如跳舞 这个礼物价值一百 相当于一个飞机 你要运气好 能爆出一千 还有五千的礼物 但是一千跟五千的礼物 几率没那么高 所以你就点那十块钱 你能多爆几个一百块钱礼物 你都是赚的 你要想爆一千或五千的礼物 几率太低了 怕你点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 你就能帮我 爆几个一百的 我就高兴了 我就很开心了 一千的我想都不想了 点太多 狗机们爆不出来 谢谢啊 飞机 他不会玩 严明他不会玩 他就是瞎逼点 他都不知道这礼物是啥 你发现没 严明 越不懂的人瞎逼点 很可能就能点出礼物 但是你越懂的人点礼物 你狗机巴都点不出来 我早就发现这问题了 就是越什么都不懂得点 他反而能点出大礼物 你看咱们那会儿 天天垫刀 垫的一万多 一个都没出 这就是什么呀 会玩的人 他就是不出 反而不会玩的人 瞎逼一点 点两下就出了 这就是运气了 严明 飞机 谢谢你 飞机 别光点礼物啊 你这也不聊天啊 你有啥可聊 想聊的 聊两句 就一直默默 跟你这点一下 那点一下 也没见你聊天 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想聊的 就光在那 给主播刷礼物 也不说话 王就在那 静静的看 静静的看 静静的付出 光光刷礼物 你说你图啥呀 你们还愿意 听脸 再聊会儿 困了 就到时候休息 我还是希望说 一发能报个一千呀 我的一心就有救了 卧槽 不像你老公 本来就没啥规律 你应要去找规律 是 你问主播也好 问观众也好 都希望能点出大零 你能升级 主播也争行 都余亏了 但是问题是 这几率太低了 我都 就你越想点出来 越没有 反而不知道 就夸点出来了 那谁 飞机都爆出俩了 哎呀 大理由不好出啊 什么 飞机你股票 我能聊啥 我跟你大哥一样 好拉呀 有哥是他吗 挺拉的 飞机 那你股票都拉了 你股票都赔那么多钱了 为什么你还给主播刷礼物 你是因为给主播刷礼物 或者看直播 你能解压吗 其实我这么给你讲 那谁好 飞机 股票行情不好 上班也好 做买卖 做直播 行情现在都不好 所以你这么一想 你在赔钱的路上 我们也不挣钱 很多人也在赔钱 所以你这么自我调整一下 其实心里就会好很多 因为赔钱的不止你一个 因为这疫情也好 你像现实的那些实体跟直播 都受影响 房价呀股票 都受影响 那个恒大都基本倒闭了 你赔这点股票算啥呀 你想想那 恒大当时多牛逼呀 欠他妈两万个亿 一天利息三个亿 你这么一想 自己赔这点钱并不算什么 你这么一自我安慰 心里就会舒服了 你说是不是 你这么一自我安慰之后 心里就舒服很多呀 咱家直播间也是 很多人可能因为疫情 原来可能都是百万富翁 因为这一次疫情 到最后欠了几百万的外债 太多了 就是我有时候夜里聊天 好多人都跟我聊这个 就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上 欠了一屁股债 你得先想想国家为何不让人赚钱 我跟你说有个牵扯到国家咱就不说了 咱就聊老百姓的事就行了 你玩股票 你玩虚拟币 就是包括比特币 不可能让你老赚钱 就跟你点这个彩票也好 就包括刷礼物 不可能老让你赚钱 捆现实有赔必有赚呀 都他妈让你把钱赚了 那人家挣啥钱呀 股票 投对行业 看长跑 看长线 我到现在我都不会玩股票 所以幸亏我不会玩 大汇机 幸亏我不会玩股票 因为你们都赔了 我自己还是挺幸运的 A3E大哥 你看不到弹幕 你把你APP手机关上斗鱼 重新在外边再打开 试试刷新一下 飞机大哥加油啊 为什么还不报啊 今天又垫了好多钱 我是多么希望飞机大哥 你股票赔钱 你点那斗鱼礼物 你赚一次 这么着我的一心也有救了 但是问题怎么还不出啊 谢谢大哥 你哥们去年亏 你哥们去年亏三十多万 说实话亏的不算多 你看那些像实体店 娱乐行业的店都基本没了 有的是本来身价上千万 到最后的疫情 弄得欠债几千万 就类似从2020年到现在 这疫情到现在快两年 那时间很多人都没钱了 股票赚就是辛苦钱 绝对不是每天看盘四个小时 明白 但是雪纳瑞 我看我大哥 直播就天天给人聊股票 就是说一到星期五 玩命的看盘 我也不赌 但是我就听他说 他说他自己挺忙的 一到星期五 永远是看盘 看盘还是看盘 具体是挣钱了 亏钱了 咱也不知道 我到现在一天股票 我都不懂 你清哥拿你爸的钱 创业亏了七十万 我操 这牛逼 不过也是 创业亏他妈七十万 一百万也差不多 不算多 你亏个七十万 一百万 你不管怎么着 你后半辈子 奴把劲 这钱还能还上 你要真能不能欠个 他妈三五百万 一千万 你这一辈子后边 也没机会还了 所以钱七十万也好 亏几十万 都算太便宜了 所以说嘛 现在这疫情期间 实体店 包括投资 别瞎投 不稳定 你像我们做主播的 每天开直播 稳赚不赔 骗他妈一个是一个 骗他妈俩是俩 ACE大哥 你能不能帮我报个一千的礼物 ACE 因为上次你帮我报的几率挺高的 我掐指一算 三爽应该能报个一千呀 因为今天一心差太多了 我告诉你 九四四 现在还真不能买房 反正北京的房价 现在是便宜了 而且好像听说 以后明年还要降价 所以你现在不要去买房 恒大都基本倒闭了 你还买啥房 去年 包括今年中旬之前买房的人 都他妈后悔 先别买了 现在房价不稳定 真的 说句实话 现在买房不稳定 真的别买 原来可能说 你拿钱一线城市 投资个房 房产可能说是好事 现在真不行 你看多少开发商 现在都基本没钱了呀 全那么跑了 所以啊 你现在有钱 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钱攒着点 甭管是存银行 还是干嘛 你就攒着就对了 别瞎买 现在不稳定 我那次回家 我奶奶也跟我说 把钱留着 先不要买房 你现在买房 可能早晚你得后悔 所以稳着点的情况下 就是把钱存起来就OK 哎 ACE大哥 黄言明 不是 我没说让你攒着给我刷礼物 你要真攒着给我刷礼物 那我肯定开心 但是我没说让你攒着给我刷钱 我可没那句话 如果真的没地方住了 你买个七八十瓶 但是我跟你说 你买房这东西 你不能跟一线迷 你上三五线城市那房东北 包括满洲里 那一套房二十万 十万二十万三十万 太便宜了 你要说 你这一辈子没房买到不至于 可能说 你在一线城市买房没戏 但是不代表在别的城市说不可能 买房任何人上班都是 ACE大哥 我谢谢你了爸爸 你别点飞机了 我操 这那么十连机 一个飞机没有啊 我操 爸爸我求求你 你别点飞机了 这礼拜 飞机特难抽 昨天五十多首 就点出一个飞机 那DIS 您这又十连机 点飞机 一个没有 你这十二手 唯一要跟我点那舞蹈家 唯一要能给我包出一千呢 要包一百也行啊 严守着这一百就浪费了 我这心疼啊 啥也没有啊 这礼拜抽飞机特难 别抽了 千万别抽了 这礼拜 你选择抽飞机 能把你十给亏出来 千万不要抽飞机了 幸福倦 你说这话 你就赌 你就赌人家不信邪 不是 飞机确实不好出 你没必要浪费钱 因为昨天 前天跟昨天都亏了 点飞机就没赚了 十连机一百二斤 你什么都没有 你这钱都让都余正了 看着多心疼了 纯纯他妈电刀了 这几率这礼拜 暴力太低了 啥也抽不出来 SE大哥破费了 刚想开心一下 什么十连机 那么一个没点出来 太大麻烧了 哎呀 还想听啥呀 明天白天再给你看房车了 我这房 我这房车不是很大 我这拖高房车不是特别大 还有没有帮忙点两手 异性任务的兄弟 哎 我操 SE 吓我一跳 大哥 谢谢你 不赔 一百块钱 又爆出一百块钱的礼物 可以 你要运气好 能爆出一千就牛逼了 我操 还是爆这好 起码你这一百 不浪费 还能爆出一百 SE大哥破费了 感谢感谢 我他妈吓我一跳 我也爆出一千的呢 吓我一跳 谢谢大哥破费了 所以那飞机不要再玩 那飞机这礼拜 那妈的就是割韭菜呢 啥也点不出来 SE大哥破费了 散户还有没有想聊的 愿意听会儿呢 再聊会儿 没人就下了 SE哥哥破费了 我上次给你推荐的电影 你看了吗 零没看完了 你再看看昆池银 都是鬼皮 谢谢大哥破费 哎 以前的礼物是爆不出来了 比他妈生孩子都难 啥也见不着 全都亏了 点这么多 以前的礼物全他妈电刀 赔的跟狗鸡巴似的 谢谢大哥破费 昆池银也不算烂尾吧 昆池银 我昆池银也好 包括我那天那两天 看到那个零媒 我觉得也挺牛逼 反正这俩片子我都喜欢 我喜欢看鬼片 言明咋了 SE大哥谢谢 就是刚才那飞机亏了 啥也没点出来 海哥也谢谢 就是那飞机比较坑 这个还行 他没亏 一百包一百 我还以为十块钱抽 没有不是 他那是一百抽的 但是你要送一百块钱 二百个的 就是你包 你包一千跟五千的几率 就稍微能高点 但是也没那么高几率 也他妈挺低的几率 海哥玩命 哎呦我操 十年级 我操爆出俩火箭 我操 今天那谁 今天那个 我们家岛屿 点了几首厨艺火箭 那看来今天 这礼拜火箭几率挺高的 妈的 既然能爆出俩 我操 哎暗星啊 他一百块钱 爆出一百的几率 应该是百分之四十七吧 然后那一百块钱 爆出六块钱办卡的几率 是四十七点八 也就是说 你送二百个舞蹈家 也是有几率 爆出六块钱 呃跟那个一百五千礼物的几率 是一半一半 你要爆出六块钱 就亏 你要爆出一百 就不亏不准 你要能爆出一千跟五千的 那就赚了 明白了吗 哎那谁护卫 今天火箭倒挺好 出暗星 飞机倒挺难出 我没想到今天出火箭出仨 都没人点 往飞机是玩命点 狗鸡巴点不出来 还要听啥呀 ACE大哥破费了 大飞机还在吗 大飞机 大飞机又琢磨自己股票去了吧 差多少度节还给我呀 我房间呀 我房间还得把早着呢 我房间的经验 你是问我房间就是升到一百级吗 我还差一百九十万呢 早着呢 点了啥十年级出力啊 他点了火箭 但是大哥 海哥点出来 你就别点 因为都爆出来 你就别玩了 因为往往爆出来 你要再点出来 几率就低了 就不好出了 海哥牛逼海哥 我没想到能处理 哎呀我操 打扰了 没事 没事 以后呢 你愿意看呢 就过来看看 哪怕刷 哪怕刷点也行 刷点免费的也行 我算了一下 我一到一 我到一百级 我估计十一月中旬之前 应该差不多 冬天的肯定冷啊 说实话 冬天没什么人玩房车 或者说什么呀 冬天玩房车的基本都是 从北方玩房车去南方 明白吧 你看我们的房车基地 现在冬天冷了 房车基地都没人 也就我们可能两三家玩房车 我们俩也是为了做直播 不会做直播 也不会住这房车 老婆谢谢 AC一哥哥 来媳妇你聊 我刺胖尿去 我刺胖尿 等我一下啊 你腰还疼吗 我不绝着 我不蹲着 我不疼 我刺胖尿去 我就在那蹲着 那会蹲着 疼了 AK飞机 破肥 AK 这是因为我 我只能起来了吗 你激动刷呢 不过今天火箭好好出啊 今天那谁抽出了一个 没几手 岛屿是两手出了一个 这十连机又出俩 今天这火箭的机率 怎么跟平时抽飞机似的呢 他不走我不刷 为什么呀 这是为啥呀 我觉得刚才你俩聊半天 聊得不挺好的吗 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李哥今天脸还挺白的 他在这能抽出火箭 也算挺奇怪的 因为平时他在的时候 基本上是抽不出来礼物的 好处的永远他们是 别人爱心 是啊爱心 今天 但是这两天 咱家飞机抽 就是好多人都抽亏了 你就眼看着 十连机十连机不出 我都没见过 别说我没见过 我见过 我见过 我自己那会儿抽飞机的时候 我也三百多 啥也没抽出来过 我记得那会儿是谁 十连机以后 然后两个十连机 我说呀两个十连机都没出 我就偷他 就单点 单点单点单点 点了一百多没出 然后两个十连机也没出 我就直接生气不抽了 给我刷的 不是给他刷的 谢谢AK 刷啥了 AK给我刷了个飞机 他说了 你不走他不刷 你这是看上我媳妇了 这是 这看我知了去 这是看我媳妇都激动了 这是 跟他妈我没关系了 这是 我靠 你们这也太现实了 看你看你没意思了 不过这两天这飞机真的咋这么坑呢 这两天飞机就是很坑 你说之前火箭电刀电的多吗 也并不多呀 没人电 也不多呀 所以说他这玩意就这操心 你没想得出他都给你换话 真的 请问你媳妇走了男朋友了吗 男朋友 你媳妇走男朋友了吗 没明白 这话啥意思 谁 请问你媳妇 他有男朋友 有男朋友了吧 是吗 就问你 请问你媳妇有男朋友了 没有 我没有男朋友 老公有一个 这儿呢 然后男朋友还没有呢 有了 都死了 我那天没明白啥意思 我媳妇有没有男朋友 对 有没有男朋友 那他妈我是干啥的呀 你是我男人 你是我男人 不是我男朋友 你帮我接点水 行 Ace哥哥破费了 然后那Ak谢了 还有没有愿意 帮忙点点我的衣心的呀 一发入魂的 刚才搭飞机 电了好多 也没电出来 真他妈是日狗的 狗鸡巴点不出来 哎呀 我发现 斗鱼就弄这礼物 弄得太鸡巴坑容了 啥鸡巴也要 点不出来 永远他妈 走在电刀的路上 哎呀 还想聊点啥 困了就睡吧 三点多了 马上三点半了 如果有愿意点点的呢 万一要一发入魂的 这衣心也就快过了 也行哦 Ak谢谢你 Ace也谢谢 飞机也谢谢 感觉今天晚上聊的话题 基本都聊差不多了 不知道聊啥了 开聊的话题 全都聊差不多了 突然不知道聊什么了 你们这也是 明天星期六都休息 哎呀 感觉这一礼拜一礼拜过得好快呀 你们俩都要睡着了吗 我吃什么东西卡嗓子了 我去感觉你去咳嗽 你吃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就吃了饺子呀 我也不知道 睡吧 别耽误明天 明天没啥行程 Ak 我俩明天写在这 我们在北京房山的房车基地 就是因为疫情 我们没有出去 本来我们俩想的是 开房车接着往内蒙走 但是幸亏没去 内蒙昨天不出了一例 所以幸亏没去 再加上主要就是防范疫情吧 所以我们不出北京 所以我们特意在房车营地 其实出去走走挺有效果的 大家这疫情闹瘦吧 现在也不敢出去 我俩这儿吧 也没打针 内蒙你都走了一趟 是Ak 但是什么呀 内蒙我们去草原直播 挺有节目效果的 房车基地 是不是上面是成铁桥 对 严明 你说那房车营地 那个基地 那个地儿 是房山长阳 专门卖房车的地儿 它上面有一个桥 就是那儿 那儿就是北京最大的 卖房车的地儿 但是呢 最大卖房车的地儿的边上 是有一大片的地儿 应该是整个中国最大的 一个房车营地 也就是说 跟那儿挨着 明白吗 严明 但是也是分好几个板块 明白吧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 在房车营地玩有一点好 接水接电呀 包括你排污污水 什么的方便 就是到屎 到屎到尿 说白了 你要说去外地吧 像草原 你接电接水 是个问题 哎呀 游哥还没睡 游哥 严明你活明白了 游哥 我们这都以为 你都睡着了呢 合着您这儿 还没睡呢 好家伙 再聊会儿聊会儿就下了 三点半了 明天明天中午还得包馄饨吃 游哥哥 赶紧睡吧 喝多了 早点休息吧 游哥哥 这两天这一出来直播吧 确实也他妈挺累的 现在 白天从来不爱播 这他妈一出来放车吧 白天就得步 但是一回到家呢 白天我就不爱开路 也要不要给你个四十五集 游哥 你现在四十三集 不是四十五集 游哥 让严明云你两集 正好他也四十五 你也四十五 对 严明四十七 让他云你两集 欢迎树霸 树霸霸霸 好久不见 树霸 最近忙啥呢 树霸又网链去了 这是 不再网链树霸 树霸最近忙啥呢 又忙着网链去了 这是 上次给咱刷礼物 还是咱在那个 西林豪特玩房车 那边啊 西林豪特嘛 树霸 树霸 最近又忙着 玩网链呢 这是 好久不见 那你坐那边 那边的暖和 你别坐那了 是我不坐这了 再待会儿 出完烟不行 就下来 明天再说 你们也早点睡吧 都这点了 我们也准备下来 收拾还得收拾垃圾呢 我跟房车开的26度 还暖和呢 我都热了 但是一出去 就容易着风感冒 我在你这吹的 我都那么出汗了 我这喝多少 阎明儿也是 阎明儿刚才游哥 叫来阎明儿 一直也没法说话 是不是 明明儿 天天就跟狗似的 看见游哥就跟那儿 犬 看见游哥就不敢辞辟 阎明儿 整天就跟狗似的 阎明儿 臭狗屎 阎明儿臭狗屎 一骂你抽狗屎 你可高兴 那谁红尘 谢谢 我减两级给他 我跟他全都四十五级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给他两级吧 我看游哥挺在乎 自己是四十五级的 他说他自己 那天四十五级 今天一上 还他妈少两级 我发现游哥是 有时候就夜里来 一来就喝酒 一喝酒就聊天 是不是游哥 今天又自己 又喝黄酒了吗 今天自己跟家 又喝自己喝黄酒呢 喝闷酒呢 太无聊了 太孤单了 就要喝酒 是不是游哥 社会你游哥 人很话不多 越喝越精神 黄酒 传言下了 不跟你们说 没啥活着个乱 明天中午再播吧 明天继续完成 我们的一星任务 好家伙 今天还是很可惜 点了那么多的大礼物 就是这礼物 还是没出 无名之辈 谢谢你 真的可惜 也不知道 杜鱼到底要坑多少钱 才能给我爆出一个 一千的礼物 都他妈点了 一万二 一万三了 操 就二十 就十块钱 十块 十块钱点 点了他妈 一万三 六千点了一个 往直至到现在 又点了差不多 七千 一个没出 所以不知道 透鱼到底要坑多少钱 才能点出一个 为了完成任务的 一千块钱 礼物 现在这 暴力太急 把坑了 真他妈傻逼 明天中午煲点 混沌汁 降温了 吃点暖和的 然后明天晚上 咱炖那什么 大骨炖酸菜 明天炖大骨配酸菜 晚上 天凉了 吃炖的 吃了暖和 要不腿那么冷 我看夜帽子还真不少 一会你穿那个外套 现在外边应该两度 我吓了啊 不跟你们说了 你们早点睡吧 游哥也早点睡吧 ACE啊 打飞机都早点睡吧 希望你股票多挣钱 自己股票赔那么多钱 还有心情给我刷礼物 真心他妈挺仗义的 拜拜我下了啊 不跟你们说了 赶紧下了 明天中午再说了 拜拜 拜拜您的 这点也没啥活人 明天再说了 拜拜 过得白 准备收拾拜拜 烟鸣杀屌 自己卢管 那就把臭狗屎 拜拜